二战期间,在太平洋上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旷世大海战,中途岛大海战。 它并不是航空母舰之间的对垒,它变成了航空母舰群之间的战争。 1941年12月,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,当时日本战居海洋的绝对上风,不可一世,就连日本天皇也天天穿了海军服,海军成了日本最大的骄傲。 但好景不长,1942年6月份,通过一场战役,双方的实力发生了根本的转变,接下来,美国开始在太平洋海战上战居绝对上风。 战争一结束,奇怪的事情发生了,两个国家都在庆祝海战胜利。 美国欣喜若狂,日本四艘航空母舰全军覆没,一艘众巡洋舰被击沉,同时击落300多架日机,士兵死亡3500多人。 而与此同时日本也宽心劝阅,各大电台对内宣传,日本当获全胜,占领了阿刘申群岛等等。 但事实上,日本的的确是惨白,一是怕影响士气,二是日本国内翻战情绪高涨,所以,无奈宣称海战获胜。 那么,这场海战是如何发生的呢? 当时的日军的高级将领356的意图,是和美国一径宣战,就要把美国太平洋舰队,以及它的基地彻底摧毁,使美国完全丧尸战斗意志。 但是,偷袭珍珠港的未能完全摧毁美国人,而从美国的性格来看,反而记录了他们。 那么要想战胜美国海军,就必须年少待大,快速将美国海军完全摧毁,不能让其有喘息之机。 山本56根据太平洋的地形,决定攻打中途岛,同时兵分两路,若美军来救援中途岛,另一路便偷袭夏威夷。 若美军不来救援中途岛,那就顺势占领中途岛,进而进行下一步步属。 战略战术制定得非常详细,但由于日本军部之间的不合,计划上报后,迟迟未能通过日本的最高决策层。 中途岛之战也许因此掩齐息鼓,但此时的美国已经蠢蠢欲动,时刻准备着复仇行动,美军突然派出18架飞机, 对日本东京进行狂轰烂炸,日版高层感到受了奇耻大俗,立马批准了356中途岛计划,准备好好教训下美国人。 但美国经过珍珠港偷袭后,早有先见之明,尼米兹上将根据情报分析断定日军会袭击中途岛, 于是,做好了充足的防御攻势,周密的战术。 1941年6月,中途岛之战拉开帷幕,两个舰队相隔600海里,海战一触即发, 日军在接近中途岛时,发现美军毫无动静,于是,预先提前庆祝。 美军兵分两路,一路留守中途岛准备防御,另一路绕过日军的先前部队,直接攻打日军的后方阵营。 日军的先前飞机群,一路上蒙轰中途岛,当战斗机回航时,却遭到了早已埋伏好的美军拦截,损失惨重,日本海军元气大伤。 同时,美国空军还对早已装好鱼雷的日本航母舰队,进行了轮方轰炸,日军惨败。 这一战极大的打击了日本海军的士气,对于日美之间的海上,实力起到了扭软作用。 这也是世界海,军史上永远不能忽视的一场大规模海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在桑 Зv Squad 2、桑瓷沟0、кіtera形容量力 счит Eli act塑石只是代碍且要透露inte功绳定帧牧 sweethearti的且可见 Jake Brown prepared将继续清联害解暑化室知名 Oy猴磯 som cough口添数别配仇和关掉如果能担心我们可以缺乱运化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